你刚才说 你们不仅是同事 还是校友 他比我聪明得多 我还在念本科的时候 他就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 我哥可是 智商一百九的天才 十七岁的时候 就读了大学 十九岁就拿了博士学位 不过据我所知 吉尼一百九的天才 第一次世界纪录智商最高的人 可不是我哥 还有一个十五岁 就拿了物理博士学位的 十一 你给我介绍一下 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 哦 我不怎么保持身材 我现在每天跳槽到半夜 早上做瑜伽 主食我都不怎么吃了 但是还是没有成效 小心外婆被你跳出心脏病 我确实知道一个减肥的方法 可以通过针灸或者暗柔腹部 沥水化湿促进代谢 只要代谢好了 身体里就不会有太多的 垃圾和脂肪 这样就不会胖了 不过你要注意 那个水位容易上火 记得在针灸前后 各领的温水 好 记住了 你还动穴位 一点点 什么时候学的 好久以前了 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 老看中医 长大以后觉得好玩 就报了一个班 学了些皮毛 改天我给你试试 不用 我身体好着呢 你每天在实验室 老低着头 颈椎肯定不好 我就给你试一次 你要觉得没用 我就不再弄了 你每天工作已经够累了 晚上再给我针灸 我怕你累着 为你做的事 我不会觉得累 好吧 我之前约好了朋友 你们慢慢吃 我先走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喜欢吃这个吗 嗯 我刚才吃这个 特别好吃 愛情誼